哄尖療程做模特兒 付完錢 沒事了 娜姐由一個年輕模 做到現在這麼紅 出位 很多少女都想學她 但是因著被人騙 文協早前收到8宗投訴 說在尖沙咀金馬蘭道 有廣東話不正的女人 專向獨行少女埋手 游說少女做試身員 有150元一小時 結果 當然是被人騙回頭了 開頭叫我簽100次美容 我就跟她說沒那麼多錢 之後我死都說沒那麼多錢 到最後她給我 只收10次 就是10980元 說就說開工前做完妥妥 之後就可以免費化妝再開工 但是付了錢之後 當然沒事了 不過她算好了 有人被這間叫冠時的公司 欺負了3萬元 報警也沒用 即是第二天 我就立即去了警察局做備案 警察局之後就說 我們都幫不到你的 你這些是 你這些他沒有騙你 你這些是被人損害的 其實這間公司都有傳播的了 很多網民都分享過慘痛經歷 還已經改了名叫長達發展 文協今天會和8個副主 去小額前債審財署追討 文協認為政府要快點立法 去訂立合約冷靜期 免得更多人受騙 拜託